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婚后一起买一起装修的是她的家 她住得很舒适踏实 要她搬出去绝不可能 再说了 妻子开公司明明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 因为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房子 最少有九套房子 我就想问一下六楼有电梯为什么不适合 但是它不是我自己的家呀 家是人 它不是物 但是我更认为有家才是家 对于家的概念 夫妻俩各执一词 在刘女士看来 丈夫就是故意和她作对 不想让她开公司 就是要给我添个堵嘛 我是坚决不会让的 那就离婚呗 令人不解的是 明明家里有九套房 为什么刘女士偏偏要选丈夫心仪的家来开公司 甚至不惜和丈夫闹离婚 万先生坚持不搬家 是否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最终 这对结婚十年的夫妻 能否达成共识 守护好他们的家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别逼我搬家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刘女士和万先生 我们先了解双方的诉求 想解决什么问题 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想用家里的房子 就是创业开公司 业务就是和出国是有关系的 但是得不到我先生的支持 你们家里的房子 具备给你开公司的条件吗 因为当时我们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也考虑过这个 就是用于办公的用途 它是一楼在小区的交叉点上 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 每个房间 它都是针对小区的那个大路 就是做广告啊 各个方面也比较方便 会影响你们的家庭生活吗 不影响的 因为我在楼上 六楼租的那个房子 就是我现在用一楼的房子 开公司 我们还有六楼的房子可以住 是这个意思吧 对 是这个意思 我的想法就是能够得到先生的支持 能够创业 完全不同意 因为那个六楼呢 是租着别人的房子 不是我们家自己的 我现在都是六十岁了 我就想要一个自己安定的 自己的家里面的 过得自己舒坦一点 他非要我上楼 我就没办法 我就想问一下 六楼有电梯 为什么不适合 而且从各个方面来讲 采光 空气 它都应该会好于一楼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我的家呀 在我的心里面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房子 最少有九套房子 离我们家不远的有一套房子 走的话十分钟吧 就是一个公寓楼 专门做生意的那个楼 我们有一套房子 但你看来 其实有很多选择 我就请他到那里去 他不干 我原来的办公室 全部都租出去了 租给别人了 我们也可以收回来呀 非要喊我出去 你不能言而无信吧 别个做得好好的 你去把他赶出去 有那回事吗 不是赶出去 你收房子回来 你不是赶别人出去 干嘛 到期了你可以收啊 那到期了 别人签的是两年 那等着两年也后嘛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空间呢 我就租我自己的房子 好不好 我就这么一个要求 万先生非常不理解 妻子开公司 明明有很多套房可以选择 为什么非要逼着他 离开他原本舒适安定的家 搅乱他的生活 他明面上是不想搬家 实际上是反对妻子开公司 因为他已经六十岁了 他和妻子还有一个年仅七岁的女儿需要照顾 如果妻子开公司忙起来了 孩子的学习生活势必会受到影响 可刘女士却说 她的决定对孩子百利而无一害 这又该从何说起 我们有两个有一个小孩才七岁 读书不行 这个是要引导的呀 他应该把他主要精力放在这个小孩身上 他说他要开公司吧 这个肯定要起冲突啊 孩子学习这个事就只能他来是吗 基本上他要大头 原因是一个身体一个水数这么大了 眼睛也看不见 没这个精力 没这个能力 对对对 我负责他的生活没有问题 比如说上了小学了 要拉家长群 我把他拉进去了 他退了 他说我也看不清楚 那是你的事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看不见 孩子的事情都是我在做有关学习方面的 在他看来 在这一方面 他就全部都要依靠你 依赖你的 那你要去忙公司了 那这个学习一定会成为负担 我觉得不会呀 因为孩子五点半岁放学 然后我们去接回来 基本上是六点钟 那我这边也下班了 我可以做到的是对孩子 就尽量不受影响 而且第二个我觉得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 如果我一天到晚无所事事 就围着孩子 会跟孩子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的 父母应该给孩子 就是树立一个榜样 就是怎么样去生活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房子用来做公司 因为它不适合孩子 对孩子不好 首先它是一楼 空气各个方面都不是很好 还有一个当时 全部是用那个木板装的 上面沾了很多胶 它又有甲醛 有那个TVOC 就是对那个呼吸道不好的 疫情期间 孩子就不能出气 那个鼻子就堵了 睡觉就张口呼吸 然后到医院去看 就是那个甲状体 封了80%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一楼周围的那些邻居养猫养狗 在那个跳蚤 孩子就这个春天 这个腰上 然后这个背上 这个腿上 全部是那个咬的那个疙瘩 我就跟他说 我说不住这个房子 我们就是另外住房子 他坚决不同意 他感觉就是我要把他 从那房子赶出去一样 他就要住在这里 所以你觉得 他会说 你不要开公司 开公司会影响孩子 在你看来 不住在这里 也是为了孩子 对 但是我觉得那里很好啊 孩子也很好啊 那个房子已经有七八年了 他说的什么家权啊 什么东西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也当化的差不多了吧 他一走到那个房间 他就说有味道 对孩子不利 我说我习惯这里 我也没办法 我只想要一个安定的家 在万先生看来 他的家很好 不管是他还是孩子 都住得很舒服 妻子的说法 不过是为了达成目的 找的借口而已 本来考虑到孩子的教育 他就不赞成 妻子开公司 加上 妻子非要把公司 开在家里 他更加不能接受 可刘女士说了 他的规划 不仅不会影响到孩子学习 反而对孩子更有利 对他个人的身体健康 也有帮助 平时的话就在家里 看手机 看小说这样子 我觉得对我的身体 就不太好 因为我曾经得过脑梗 出现过面瘫嘛 就是医生 希望我能够是多运动 你既然有这些毛病 你为什么还要去呢 我们那个小区里面 你去走一走 跑又跑运动一下 我有一个同学 健身房很大的 我跟他说 我说叫他去 他不去 我有什么办法 正如万先生所说 刘女士如果仅仅想要 改善身体状况动起来 完全可以健身锻炼 又何必劳心劳力去创业 这时 刘女士告诉了我们 她要开公司的真正原因 说到底 都是因为钱 我在生小孩以前 就是一直自己在做公司 有小孩以后 然后就放弃了 相当于近十年的时间 就是我都没做事情 收入仅靠那个房租 我的支出呢 目前来说 是磁贫 有一点点困难 我的父母的那个医保 每年要买 再加上我的医保 每年就是两万块 然后我的大的那个孩子 每个月的那个生活费 小的那个孩子 吃穿用看病 实际上都是我在支出 还有车辆的 各个方面的费用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 我有钱的情况下 我一般不算别人开口 二月份不是孩子上学了吗 学费一学期 就需要九千块钱左右 确实是没有钱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先把这个钱交了 他钱是交了 但是之那以后呢 他就每天 就是我做什么事情都是错 我买什么东西 他就说我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在我父母老家 修了一个房子 就是施工方 就是要把这个余款 要付给他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现在 是确确实实是没有钱的 还要差一万块钱 我说你借给我一万块钱 我说到时候 有那个住户要付钱给我 他都不同意 然后那天晚上 还是我父母借给我了 因为我不相信没有钱 我们结婚十年了吧 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两个加起来的工资 应该在四万多一点 一直到渔情的时候 也有三万多吧 到现在吧 多少年 应该有多少钱 你的意思是至少还有 一公月都有 最少四万块 至少还有存款 他说他不够用 我有什么办法呢 是这样子的 九套房子 是我是七套 他两套房子 我这边呢 就是现在的那个房租 在渔情前 确实有三万块钱 渔情过后 房租就只限下降 掉了一万多块钱 确实有困难了 就他随时说的一句话 就是那么多钱 你花到哪去了 那天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要不你看我的微信 就是我的钱 都是从微信支出的嘛 他不看 我看起眼睛是花的 我也不想看 可是如果你都不细看 可能对于他来讲 他会觉得你冤枉了他 我觉得两口子 有必要这么计较吗 我认为不是经济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发现 用钱的时候 不够花的时候 他不够用这一点 你觉得是他真的不够用 是他的消费方式有问题 还是只是他想要 开公司的一个借口 这个你感觉呢 他也50岁了吧 我也60岁了 你从这50岁应该退休吧 缺钱 在万些人看来 只是因为妻子不会理财 并不能成为妻子 要开公司的理由 毕竟他们夫妻俩 一个月的房租收入 至少有三万多 已经远超很多家庭 哪里到了要妻子 创业证家用的地步 何况他和妻子都上了年纪 家里还有个年幼的孩子 妻子又何必折腾呢 他应该把他主要精力 放在这个小孩身上 在可能的情况下 还是应该努力 我跟他说 我们搬到楼上去的时候 他说 要求你自己上去 就这样 夫妻俩一个要搬家 一个不肯搬 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战后 万先生最终做出妥协 同意妻子在家里开公司 不过他有一个条件 当他的条件一提出 刘女士不淡定了 既然不能沟通了 我就退 我说你要可以也可以 我就住我那一间房子 其他的我全部就交给他了 他现在要把我全部赶出来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更希望就是一个公司 更像一个公司 因为如果他在里面居住 他的洗漱用品这些 都是在那个卫生机样里面 人家感觉好像是不太好吧 应该不影响吧 因为我们那个房间 全是独立的房间 都有门嘛 他非要留在那里 好 我说那可以 我退了一步 我说那你搬到那个 就是有一个房间 有点小 但是他里面有卫生间 其实呢 如果说是居住的话 更合适 而且对于公司的来说的话 好像影响要小一点 明白 但是他现在呢 他不住 他非要住那个 朝外面的那个 最大的那个房间 他这一辈子 他就在那了 他哪都不去 就是让我住不下去嘛 我那个房间呢 里面买的有一套家具吧 还是值一点点钱的吧 那一间房 这个家具就摆不下 那有没有可能 这套家具搬到六楼去呢 可以啊 可以搬啊 但是它不是我自己的家呀 我觉得我已经退退退退 我只要了我的自己 最小的一个空间啊 那他们会不会吵到你呢 我无所谓啊 因为我要支持他呀 那谁叫他是我老婆呢 他不是我老婆 我肯定不会支持的 你为什么要那么纠结 非要留在这里 我觉得如果一个安定的环境 那你可以我楼上 平时都没有人 你一个人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在那儿 那意思就是要给我添个堵嘛 我跟你说 我想要一个自己的家 不是别人的 那自己 他自己本身有两套房子啊 那不是更像家的感觉吗 那我完全也退不了了 这一间我是坚决不会让的 其实我觉得家是人 它不是物 我从农村出来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家就是土墙 草屋 天上下雨 屋里也下雨 但是我觉得我的父母很好 他们很相爱 我这个家也很幸福 但是就算是住再好的房子 如果相互之间 都没有那种 为对方去付出的那种感情 我觉得那叫什么家呢 有什么意思呢 他们就有点像那个 有母部落的那种生活方式 经常搬家 今天搬到那里 明天搬到那里 他父亲母亲都随他搬 他要想怎么搬 因为他刚才说了 他的观念是 人在就是家 我也相信这一点 但是我更认为 有家才是家 自己的家才是家 显然在家这个概念上 夫妻俩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对于万先生来说 只有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才有家的感觉 妻子在家开公司可以 但不能占用她的房间 这是她的底线 面对丈夫的这一态度 刘女士很生气 觉得丈夫就是故意为难 伴随两人的争吵不断 她们的关系一落千丈 那就离婚呗 刘女士为何宁可提离婚 也要在家里开公司 她告诉我们 这一切都跟她特殊的经历有关 据刘女士说 十年前她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 如今只有开公司 才可以让她找回 曾经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现在通过金视频APP 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下载金视频 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 就可以和观察员们 零距离互动 好 我们的节目 现在继续进行 以前我是一子 自己在做公司 13年 我和前任分手 心情比较低落 我的父母也觉得 我成绩很辛苦 所以一年365天 可能我364天都在工作 就说我30多岁的年龄 看起来像50多岁 就是让我也不要做了 就是说钱够花了 就好他们也不需要我 就是挣大还多 那不做就不做了嘛 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刚好认识她 她就每天呢 就有时间可以陪我 因为她已经退休了 他们的一些朋友啊 经常出去玩啊 然后会带着我 她就是已经处在 享受生活的这个状态了 对对对 是啊 我40多岁退休了 这么早 因为我不想上班的呀 我从40多岁 已经一直玩到现在 很开心 全国国地都玩了一圈 但是现在我觉得 我不适合这样的生活状态 她每天上午看电视 下午就去打麻将 她去玩她的 我在家里我每次做 我就觉得很难受 每个阶段的想法不一样了 对 我想有点事做 至少说可以让自己 跟社会有点接触 不会脱节 我觉得一个人呢 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 还是应该努力 我跟她那个年龄的差异吧 认识不一样 她外面没有朋友 她就没有地方去 她就一天到晚 在家里面看手机 所以她的想法就是 你过你这样的生活 那我就过我自己 我想要忙碌的那种感觉 开公司也好 什么也好 我都尽力地让她呀 我说我只要我一间房 既然你不喜欢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 但是不要影响到 我们现有的 对对对 你这个意思吧 对 既然夫妻俩的生活观念 方式不一致 那就互相尊重 这是万先生的主张 他认为 自己已经做出了 最大的账簿 希望妻子别再逼她 可以给予她 想要的空间 可眼下的刘女士 更想要丈夫成全她 看到两人僵持不下 主持人张婷提议 在现场发起一轮投票 支持男方 咱们就按蓝灯 支持女方的话 就按红灯 好 三 二 一 还可以吧 有点接受不了是吗 尽管得不到 大部分观察员的支持 刘女士仍然不愿意 放弃她的想法 她的这种执着 在律师黄敬眼看来 没有必要 因为即使刘女士 得到了在场 所有人的支持票 她的计划 也很可能 实现不了 刘女士 你想把你们的住宅 用作商业用途 她就具备了一种开放性 和一种人员的流动性 这其实是一定程度上 破坏了居住的 这个私密性的 法律上是有明文的规定 你要争得有厉害关系的 业主的同意 这就是为什么 我反而更加赞同万先生 把住宅发挥 他原本的作用 第二个点 如果你去开一家公司 建议你去一个写字楼 或者一个商业的办公楼 至少就显示的 更加的专业化一点 是想如果你的客户 去了你的一个 居民楼改造的公司 他对你公司的观感 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第三个点是 您在处理这套房子 这个行为 其实是涉及到了 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 一种处分 那么你当然是要经过 他的同意的 但是我们今天全场看下来 你给我一种感觉 你对你的丈夫 就像在用一种 商业谈判的模式 在要求他 而不是更多的融入 你们的感情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的 其实不管是从 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这个 人之常情的角度上来讲 你把这套房 留给老万去住 好处是要远远的高过 你把它强行的改造成 一个经营场所的 万先生 刘女士 她是你的伴侣 她既然有这种自主创业 自主择业的想法 我觉得是应该鼓励的 她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她在给自己的生活 找到一些新的方向 新的突破口 只有你主动理解了 你才会真正的去 为她的事业 为她的想法去考虑 第二个点 你不能在教育上 做一个甩手掌柜 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 你们作为原生家庭的父母 你们的行为 和你们的举止 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一定要去考虑到这个问题 万先生 就是希望自己能过得 轻松简单一点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和报复 但是 你真的能闲云野鹤吗 你别忘记了 当她嫁给你 当她42岁高龄产妇 为你生孩子的时候 你就离咸云野鹤很远了 教育 养育 陪伴 是你们共同去完成的 不是说我做了饭 我带她出去玩了 其他的就应该是你去完成的 第二个问题 你们有十岁的差距的情况之下 你是不是能把你的注意力 更加转移到她的业余生活上面 她需要的是 精神世界的陪伴和富足 刘女士 你是靠自己白手起家 不断在拼搏的一个女人 你曾经一年工作364天 你想依然可以奋斗 拼搏 努力 我支持你 但前提还是那句话 如果六楼可以租下来生活 那为什么不可以换到其他的写字楼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否能尊重彼此的想法和诉求 能在情感上面 有更多的同频共振的地方 我想这才是解决今天你们二位关系的核心 刘女士 你知道为什么你的丈夫就是不答应吗 我觉得她在维护她这么多年和你的婚姻当中 她要的那一点话语权 她在拼命地支撑起 她想要的那一点尊严 她的要求我觉得也不过分 她不过是想在那个熟悉的 自己亲手装修过的那个木屋里面 去拥有自己稳定的晚年生活 为什么不可以呢 你可以去挑战 你可以去创造 但是不要去打扰别人 这是一种尊重 我们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舒适的生活方式 你说你随意地记了个账 一年支出三十万 你可能不了解这世间大把的家庭 一年的支出恐怕也就三万 十三万 丈夫也没有更多的一些埋怨 指责或者甚至是为难 这就是一份成全 好 万先生 你明明看到了她是孤独的 她没有朋友 可能那个时候她的世界里只有你和孩子 那你为什么没有这份能力和心力 把她带出来 能够让她去愿意和你一起动起来 去更多的和她互动 呈现出更多对她的欣赏和关心 这与你们夫妻关系 包括对于女儿的塑造和成长 都是有好处的 总之我们要去用心去做好这些事情 让她没有后顾之忧 这才是经营婚姻的正确态度 老师们建议万先生读懂妻子的需求 分担妻子的压力 更用心地经营婚姻和教育孩子 刘女士能够尊重丈夫的生活方式 照顾丈夫的感受 为了帮助他们真正懂得彼此 调解员李金平设计了一个心理环节 首先他拿出一叠卡牌 供刘女士选择 你先从这些卡片里边抽出一张代表你老公 再抽出一张代表你自己 再抽出一张代表你女儿 好 你在这张卡片上看到了什么 写着桌 写着桌代表事业 其实我希望它更应该在这个方面 好 你在这张图片上看到了什么 一个人 空空如也 那这个代表你女儿你看到了什么 一个幸福的家庭 你女儿渴望一个幸福的家庭 随后李金平让万先生也抽了三张卡牌 同样的 他们分别代表了伴侣 自己以及孩子 你在这张卡片上看到了什么 它代表你老婆 时间说明长久的嘛 这个代表的是你看到了什么 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小孩吧 说明我很关心小孩了 那张卡片上说明你女儿看到了什么 这是父亲和小孩嘛 感觉这个女孩有点怕她父亲 当万先生解读完三张卡牌后 李金平宣布游戏环节结束 通过这个环节 李金平看到了刘女士开公司背后真正的心理需求 也发现了这对夫妻矛盾的核心所在 刘女士要搞公司 但是她抽出这个卡片的时候 她是希望老公更有失忆 她自己的那张卡片是空空如也 那也正好说明了她的内心太空了 可能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让她感到了梳理 她会觉得能够带给女儿未来的扎实的安全感 不足以有保障 所以她才会做这件事情 与其这样的话 还不如刘女士把你对这段婚姻的 你不满意的地方直接就说出来 就是曾经我成病 住院要动手术 医生跟她说了 让她在那里等我 怕在手术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瘀血 等我出来的时候 那个护工跟我说 她就走了 她气我也不顾 那你问她 她去做啥去了呢 说是去干父母 就是她的母亲不是摔了胶吗 就需要康复 住院期间呢 我确实气得很少 因为还有一个女儿在家 这边有小孩 那边有需要人 我觉得我在她的心目当中 和她的家人是有区别的 你终于在这一刻 把你对她的不满表达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三张卡牌代表你女儿 你是希望女儿有一个 非常温暖和睦的家庭 那按照道理来讲 你的方向应该是更用心地 和万先生相处 而你却制造了这个家庭的矛盾 你们家那么多套房子 就不能整个房子去开公司 你在小区里开公司 你这不开玩笑的吗 万先生这边 你的卡片里边 第一个是她 时间长久 其实你也知道 她是想生活的稳定性 安全性能够更长久一件 你看到了 但是你没有给她 你忽视了 第二个 你抽了一个女人的图片 你说是爱自己的孩子 你的重心在你跟女儿上 但你跟她之间 她已经不再是重心了 刘女士感觉到又被忽略 我想也不全是错觉 家不是你跟孩子 而是你跟孩子 还有你老婆 这才是你们家庭真正的矛盾 我们进入密室 再跟老师好好聊聊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 夫妻俩都没有真正理解家的概念 万先生一心要守护家 却没有真正的把妻子当作家人 给予妻子足够的重视 刘女士呢 一心想用创业 填补内心的空空如也 寻找精神慰藉 却没有顾及家人的感受 在接下来的密室调解中 观察员廖喜玉 首先建议刘女士 尊重丈夫的想法 这是一个家 还是要好好商量 目前这种状态 其实我是很压抑 开公司对我来说 是一个救赎 我肯定是希望 继续我自己的想法 想法是他能够成全 你就是把公司去开到这里 给他一间房间 也捞心 我觉得与其这样的话 我理解 两夫妻对吧 到各个地方去考察考察 至于在哪个地方 夫妻也可以商量 廖喜玉的意见 刘女士听了进去 她同意退一步 和丈夫一起考察市场 重新为公司选址 当然她对丈夫 也有一些要求 在以前她就是那一套房子 有五千块钱的那种租金 她有交给我来打理 那么从去年十二月份 基本上她就 就是一分钱没出 只不过呢 在这段时间呢 她会买点肉啊 实际上我的那些钱的开支 是真正的 就是用在这些方面的 两个孩子就是上学 那个经济我觉得她应该承担 那么万先生是否愿意像过去一样 把钱交给妻子管理呢 带着这个疑问 廖喜玉来到了万先生身边 征求她的意见 跟以前一样 那五千块钱还是拿着 可以 好吧 我有多少钱 我的密码 我的卡号 什么都可以给她 你用你的钱也可以 但是呢 你必须要列个账出来 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比较特殊 我说我们上有老 下有小 你要有那个危机意思 我说你要乘点钱袋旁边 那个老的 所谓的哪天就要用钱 对 小的也要用钱 我知道你是过日子 你对她说多了 但是她呢 有时候就觉得 哎呀好烦 我说你总是就是我不放 廖喜玉劝万先生 对妻子的不懂理财 少一些抱怨 多一些耐心的引导 更别忘了 给予妻子想要的关心 为什么她想去开公司 她就觉得在你身边 好像得不到你的肯定和关心 有些事情 对她关心点 好吧 关心呢 以前可能少了很多 希望在今后 多一些关心 爱护 该要照顾的照顾 共同来把孩子培养教育好 过惯了自由安逸生活的万先生 真的愿意把精力 更多的放在妻子和孩子身上吗 对于妻子重新选址 开公司的打算 她真的能做到支持吗 刘女士又能否真正放下执念 不再逼丈夫搬家 密室之后 再见分晓 欢迎回到江西威士金牌调节 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了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看一下两位现在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 老婆 首先感谢你这么多年来 对我的关心支持和照顾 我确实对你的照顾少了一点 从现在开始 我的经历都在你的身上多一点 在经济上面 我公开透明 一如既往 你想怎么用你就怎么用 其实我先生他人也挺好 我就是希望在做事情的时候 能够得到他的支持 不管是成功和失败 只要付出了 努力了 都不后悔 对你创业的事情 我是支持的 我都听你的 老婆 我爱你 我们都经常抱抱 这才是你们解决问题的答案 如果还有不懂的 送你本书吧 幸福二十一问 回去好好看看他 学习学习 好吧 谢谢你们 谢谢罗魏老师 感谢 在夫妻俩的道谢声中 调节落下帷幕 希望回去以后 万先生能像今天 在现场承诺的一样 支持妻子的事业选择 担负起属于他的家庭责任 和妻子携手 守护好他们的家 他们不论是想奋斗打拼 还是想停下脚步 好好享受生活 都应该学会 彼此尊重和成全 更别忘了 给予对方温暖的慰藉 关心和陪伴 只有这样 他们之间的沟通 才能更顺畅 情感的共鸣 才能越来越多 也才能拥有 真正幸福的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